师父每日白化佛法 不执着善互念 今天跟大家谈谈自尽其意 自己要知道照见自身的佛性 就是要让自己所有的意念要干净 在生活当中不执着善互念 如果每天脑子不干净 你可能已经不在人道当中 如果每天脑子干净 那你就是在人道 如果你远离了沙盗淫望久 你就是在人道中 如果你每天还有很多的杂念 说明你还是杂念纷飞 所以要转凡成圣 必须要自尽其意 要绝对清醒地活在当下 诸恶莫作才能得人身 众善奉行才能升天道 自尽其意才能见佛性 杀到淫望久 每个活长久 财色明时睡 活得真很累 贪嗔痴慢疑 马上要出离 人叫他不作恶还可以做到 但要做到 但要做到不去想一些恶念邪念 就不容易了 众善奉行也很难 自尽其意对他们来说更难 因为自尽其意 是跟他们累生累世的业障 做抗衡 红尘毛病必须改 改错改病有阻碍 为了此生求解脱 放下缘分不被害 虽然有菩萨加持 但是更重要的是 靠自己的努力来改变 管住自己的身体 管住自己的嘴巴 管住自己的意念 时刻要互念好自己的念头 自尽其意 不是靠庄的 是真的要善行善念 每个念头都要善 自己的意念要善互持正念 不能让自己意念 有任何贪嗔痴 贪念是走下坡路的开始 称念是业障的开始 痴念是六道轮回的开始 所以菩萨 要我们起心动念 都要生起绝招 就像一个小孩子 刚刚会走路 你二十四小时 都要看着他 一不留神 他就会摔跤 提起绝招 管好脑 心脑系统要干净 能把静心放在心 前念灭度后不生 圆满每天身口意 守护善念清净地 如此行持才圆满 时刻要看着自己的意念 任何一个意念生出来 就要想一想 菩萨会不会这么想 学佛人不应该贪嗔痴 任何贪了之后 得不到就会恨 恨了之后就会境界下滑 鱼痴心就产生了抱负 还有色念 这些都是像动物一样的念头 因为一个人去想动物的事情 这些都是鱼痴 是在走回头路 等于一个人好不容易读了大学 再回去读小学一样 已经投了人道 还在人道动畜生的念头 做畜生的事情 去报复 耻笑别人 这些都是痴念 其实报复是罪于吃的一件事情 因为它会引起另一场纠纷 你报复别人 自己气得不得了 别人都不知道 经常脑子里要有 我是学佛人 我不能只顾自己 这样做是损人利己 自私心要赶快灭度 前念灭度 后念不起 有不好的想法 要尽快灭度 然后后念不升起 管住意念非常重要 一时慈悲 时常有 碰到自私 还是有 错误依旧 总有求 学佛不是 装一时 真修才能 了一世 所以菩萨 让我们每个起心动念 要关照自己 像照看婴儿一样 一有不好的念头 马上去除 一点贪念 一点撑念 一点愚痴的念头 都不可以有 就像你是一个高级电脑 不能再装已经过时的软件了 你已经读到博士了 不能再从一加一等于二开始学习 你必须要干净到 所有想出来的事情 都是利益他人 做的事情 必须是帮助别人的事情 每天看护好自己的念头 首届 三页要清净 每天 每夜 每时 每刻 管好自己的念头 保持干净 这样才叫 真正的修行 无欲自然 心如水 有欲让心 来犯罪 去除欲望 平安睡 无欲哪来 一切罪 干净干净 真干净 学佛之后 心已静 无欲之人 哪来祸 平安是福 远离祸 清净生活 哪里找 学佛修心 就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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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